殷老板看着不久前才结识的申灵秋 正用一双深情的眼睛看着自己 心里莫名的一阵触动 看来今天又有一段新的故事要发生了 在这进入申灵秋的房门之前 殷老板还不忘在申灵秋的大腿上狠狠捏一把 伴着对方的一阵嬉笑 进入房门的殷老板 映入他眼帘的不是什么豪华大床 而是一个钢铁交加的铁龙 探寻证据 洞察真相 大家好 我是子腾 今天我们来聊聊 劳荣之的罪恶之路 劳荣之 1997年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 滨江东路石油家属院 家里是典型的石油家庭 父亲是九江石油分公司的工人 母亲作为家庭主妇 照看着劳荣之兄弟姐妹 劳荣之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排行劳五 有两个哥哥 两个姐姐 年少时的劳荣之就是家里的希望 他从小就长得漂亮 而且学习成绩又非常的好 当时大院里的邻居谁看见劳荣之 都要夸上两句 劳荣之也是不负众望 在15岁那年就考上了当时比较有名的 九江师范学校 据他的同学回忆 当时的劳荣之成绩那是非常的优秀 超出了学校录取线很多分 大家都羡慕不已 不光如此 当时的老师对他也是赞赏有加 教过他的老师都说 当时他们选拔学生 除了考试成绩之外 还要看学生的亲和力 这些软性条件 所以他们会让学生们在特定的舞台上 表演自己的才艺 老师们在众多学生们中 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劳荣之 1992年的时候 劳荣之从学校毕业 顺利的进入了九江石油公司 子弟小学教育文 据同事们回忆说 当时劳荣之的工资 差不多每个月就有三四百块钱 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且由于长得漂亮 身边不缺乏追求者和爱慕者 但就在劳荣之来到学校任教的一年左右的时候 他却突然离职了 这在当时那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教师这个职业可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很难进来的 而劳荣之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那时劳荣之是怎么想的呢 劳荣之之所以会选择放弃教师这个职业 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法子英 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一个人 法子英1964年出生 是劳荣之的同乡 家中排行老七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年轻漂亮的劳荣之遇到了血气方刚的法子英 聚会上两个人就攀谈了起来 在聚会结束之后 法子英主动说送劳荣之回家 劳荣之也欣然答应了 至此之后 两个人一来二去就互生好感 确立了恋爱关系 而此时的法子英早已结婚多年 而且有一个九岁多的女儿 长时间的接触之后 劳荣之发现 法子英竟然是个坏蛋 而要令人惊讶的是 劳荣之对法子英入室抢劫 做过劳的事反而不害怕 反而非常崇拜法子英的行为 他觉得这个男人热血 能给他不同的感受 但好景不长 他与法子英的事很快就被家人知道 家人在了解了法子英的背景之后 那是极力的反对 但铁了心的劳荣之 怎么也不同意跟法子英断绝关系 最后还是选择了与法子英步入江湖 而他们的江湖 却是一条让人听了都毛骨悚然的血腥之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96年的时候 法子英和劳荣之二人来到了江西南昌 租住了一个义居市 周边人的富足生活与自己的窘迫 他形成了新鸣的对比 随后二人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二人一合计 劳荣之长得还不错 随后就决定拿劳荣之当幼儿 色诱有钱人到出租屋 然后用仙人跳的方式获取钱财 这种方法 二人果然迅速的获得了大量的财产 而为了搞到更多的钱 他们的行为也愈加残忍起来 1997年 法子英和劳荣之二人又来到了浙江温州 先是将他们的房东梁女士的财物洗劫一空 然后又将梁宝和梁宝朋友二人勒死在家中 一出手就制造了两个人命大案 温州是不能呆了 于是二人带着钱去了江苏常州 到了常州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 劳荣之在当地的酒吧寻找目标 然后色诱有钱人到出租屋 伙同法子英进行抢劫 这时刘某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了 刘某在出租屋被法子英刺伤胸口后 无力反抗下只好让其妻拿钱来救命 刘某的妻子非常配合把七万元的赎金交给了劳荣之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劳荣之二人最后竟没有杀害刘某 刘某也幸运的成为了这一系列杀人案中 唯一一个幸存者 也给他带来了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恐怖回忆 在刘某处拿了这么多钱财以后 劳荣之二人长州也不能呆了 辗转就到了安徽合肥 到了合肥 二人才真正的开始放飞自我 在自己安顿好住处之后 他们二人直接去了一家专门做电焊的门市 有人可能好奇他们去电焊门市干啥去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焊了一个大的铁笼子 这个笼子就是为了在作案的时候防止受害人逃跑的 从电焊门市出来之后 他们二人接着又去了一个二手市场 买了一个大冰柜 那么这个大冰柜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在合肥 一如往常的劳荣之化名申灵丘 在歌舞厅坐台 不久后 他就锁定了目标阴谋 在成功把阴谋骗到了出租屋后 法子英干净利落的就制服了阴谋 而且将他放入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笼子里 威胁阴谋赶紧交出钱来 要不然就杀了他 此时的阴谋根本不信法子英会这么做 而法子英表示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就做给你看看 于是到街上 以家中有窗户要修的为由 叫来了一个小木匠 而且当着阴谋的面 将刀刺进了小木匠的胸口 鲜血刷的一下就喷了出来 没挣扎几下 小木匠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好一个杀鸡静喉 阴谋那是被吓得魂不守舍 只能表示同意给钱 而且一张嘴就是三十万 要知道这可是九几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为了保命的阴谋也只能忍痛割碍 于是让法子英带着字条去找他老婆取钱 在更换了几次街头时间地点之后 法子英终于见到了殷某的妻子刘某 刘某声称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有多少想给多少 剩下的出去见 法子英看见刘某还有一个女儿 想必也不会有什么歪心思 于是就放他们走了 但法子英没想到 出去的刘某报警了 随后警察将房子团团包围起来 但是法子英那也是依旧富于顽抗 竟与警方展开了枪战 在枪战过程中 法子英的腿被打伤了 随后法子英被生擒 在审讯法子英的过程中 法子英拒不交代 劳荣之到底去哪里了 直到五天之后 警察才在出租屋中 找到了殷某的尸体 除了殷某之外 警察在宾柜中 还发现了一个早就被冻僵了的尸体 也就是那个小木匠 而劳荣之早就不见了踪影 随后法子英受到了英勇的惩罚 被执行了死刑 但从此劳荣之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那么劳荣之究竟去了哪呢 认同子腾的观点 记得点赞加关注 触发推荐 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子腾的作品了 我们继续往下聊 原来法子英和劳荣之之间一直有一个约定 如果法子英出门一个小时以上没有消息 那么劳荣之就要处死那些抓脑的人 而且要迅速转移 这次也不例外 劳荣之似乎已经察觉到法子英已经被抓获 进而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 直到二十年之后他在厦门被抓获后 人们才知道了他当时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劳荣之直接去了厦门 而且以厦门为中心开始在周边的几个城市活动 除了在酒吧等地打点零工之外 还在酒吧推销酒 据酒吧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当时劳荣之的业绩还不错 性格也温柔 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女人 而且在圣诞夜的时候 劳荣之还被酒吧当成了招牌印在海报上 但谁也没想到的就是 这个大名鼎鼎的劳荣之离开酒吧之后 他先后去了4S店商场做过销售 但时间都不长 劳荣之最后也是在某商场的名表专柜上被警察抓获的 但是直到一审判决的时候 劳荣之还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是被胁迫的希望以柔弱的一面博取同情逃避法律的制裁 但有句老话说的好 天老灰灰 疏而不漏 正如劳荣之自己说的那样 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 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 在劳荣之案中 虽然正义迟到了20年 但是紫藤永远相信 正义会永远站在对的人那一边 犯下罪行的人 终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好了 你认为劳荣之真像他所说的 是被冤枉的吗 欢迎给紫藤留言 一起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探寻证据 洞察真相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